最近几年,随着汽车产业环保意识的加强,汽车修理行业使用的各类产品所造成的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与此同时,众多企业业也相应规范了这些产品的安全使用和环保处理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总结出了更好的使用这些产品的方法。 本篇将介绍如何控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以及有害空气污染物,我们还将关注空气污染,化学品的铸藏,危险废弃物的处置,泄漏控制,防火防暴,通风和内部管理等问题。 1990年,美国联邦空气洁减法对汽车修理行业中所使用的特殊化学品和材料进行了规定。 此后出台的很多新法案,尤其限制和规定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的使用。 这两类物质主要用于汽车喷漆,汽车喷漆准备阶段的清洗和喷漆设备使用后的清洗。 现在,许多州都要求技术人员在清洗设备时,必须在一个封闭的场所中完成,同时也规范了喷涂作业中应使用的涂料类型。 美国许多州都要求修理厂使用高固体油漆。 在这些油漆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容器比例很低,因此会减少挥发到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 目前,许多州也要求使用具有较高传递效率的喷枪。 传递效率就是喷枪喷出并附着在汽车车身表面上的油漆,占所喷油漆的百分比。 旧式的高压红锡式喷枪其传递效率只有35%,而65%的油漆,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有害空气污染物则飘散在空气中。 新型高溶低压式喷枪的传递效率在75%以上,是传统喷枪传递效率的两倍以上。 对于你所选用的设备,应该遵循联邦的、州的和当地的法规。 当你用完各种涂料、其他碰撞修复材料或者有新材料入库的时候,你必须妥善地铸藏它们。 各州和各地方的法规都不尽相同,你必须清楚并遵循当地的法规。 铸藏信息可以通过这个标签来获得,或者是通过材料安全数据表来获得。 每个供应商在出售商品时都必须提供这个数据表。 它会详细地告诉你应该采用哪种铸藏容器,是否需要通风铸藏,是否需要远离高温、低温或者是潮湿的环境。 数据表还会告诉你,这个容器是否需要铸藏在特别的房间或者储藏室,并且提供一份材料名称列表,指出哪些材料容易起化学反应,不能放在一起。 数据表还说明了该化学品是否需要接地以防静电引起火灾。 最后还会告诉你如何在铸藏区使用一流围栏。 把材料放入经核准的安全储藏区之前,应该正确无误地贴上标签、封研,并且在离开前仔细地检查一遍。 有时,不同的化学品在处理前可以混合放置。 不过,你必须查看容器上的标签或材料安全数据表,以确定它们可以混合放置。 将不同的物质错误地混放到一起,可能会导致化学反应,引起火灾甚至爆炸。 当处置危险品的时候,最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这种材料是不是危险品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认真阅读标签。 按照法律要求,许多工厂会在产品上贴上警示标签,告诉使用者物品有危险。 这些标签上包括,化学品名称,危险警告,危险的成分,以及制造商的名称和地址等等。 看标签时,你需要注意那些被标上警示标志的地方。 注意,说明这种物质有轻微的危险。 警告,说明这种物质有一定的危险。 而危险则说明容器中的物质非常危险。 由于各地的法律法规不同,即使同样的材料其处理规定也不尽相同。 例如,有些地区要求,预防中毒的通风设备要有能自动关闭的顶盖。 材料安全数据表提供了关于安全处置的信息。 许多州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对应该贴上危险标签的材料做出了规定, 同时还对住藏、处置以及泄漏控制等进行监管。 防范危险废弃物泄漏的最好办法是随时准备好防护服。 在现场应该配备防泄漏设备,因为只有在现场及时处理,才能避免更大的损失。 蒸汽也有可能是危险的。 因此,一些恰当的保护设备应该被放置在住藏区附近,以防此类突发事件。 材料安全数据表向你提供了处理泄漏的方法,包括,吸收泄漏物质的材料应使用的保护设备,以及材料是否具有腐蚀性。 在材料安全数据表中,举例说明泄漏控制的方法包括,使用堕性材料吸收泄漏物,保持环境通风,移走火源,清扫吸收泄漏的溶剂,并将其放置在合适的密闭容器中。 将液体净化剂溶液溶液倒在泄漏区并至少保持10分钟。 将液体净化剂移走并放入密闭容器中。 用肥皂液和清水冲洗泄漏区后让其干燥。 在很多工作场所都存在着火灾和爆炸隐患。 这一隐患在汽车修理行业中尤为突出。 一旦发生事故,通常都非常严重。 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应该知道哪些材料属于易燃物。 以材料安全数据表做向导,从中可以找到关于火灾和爆炸的相关信息。 因此,有必要花足够的时间来熟悉材料的闪点。 闪点是特定的材料与火花接触时引发燃烧的温度。 闪点越低,危险也就越大。 可燃物的闪点在38摄氏度以上。 易燃物的闪点在零下6摄氏度至零上38摄氏度之间。 极易燃物的闪点在零下6摄氏度以下。 燃料、溶剂、去除剂以及压缩气体均是极易燃的物质。 常见的灭火器有四种。 A类适用于一般燃烧引起的火灾。 B类适用于易燃液体引起的火灾。 C类适用于电器设备引起的火灾。 D类适用于可燃金属引起的火灾。 凡灭火器上标有A、B或C的, 均可以用于扑灭三类火灾。 你应该知道你的工作场地所使用的灭火器种类 以及可以扑灭的火灾类型。 灭火器应该按照当地的规定配备, 并且进行定期检查 以确保这些灭火器能正常使用。 在材料安全数据表中说明了灭火器的类型, 灭火时如何保护自己, 特别指出了如何防止灭火器爆炸。 避免火灾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杜绝火灾。